第一位李坤哲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曾大仁次長 齊文中局長 張志清董事長 李泰鑫總經理 請齊局長 張董事長 李總經理 李委員早 次長你好 首先請你轉達部長 請他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另外我們現在 在原本的港務局 政器分離之後 成立航港局跟港務公司 那我們社會大眾 對於這樣的一個 航港局跟港務公司的 政器分離之後的經營 是有很大的一個期待 那在這一次 審查相關預算的時候 航港局跟港務公司 都有來找過我 那麼我一開始認為 航港局跟港務公司 的負責的首長 提出相關的報告跟說明 那另外 港務公司也是很莫名其妙 有那麼多的業務 我們的四大業務 不管是倉儲 停泊 裝卸 遺傳 這些相關業務 都沒有達到既定的目標 我以為要來跟我報告未來的規劃 結果是來跟我報告 希望我們交通委員會 讓港務公司來成立 海運經貿的延續基金會 那我先請教一下 市長你知道海運經貿延續基金會在做什麼嗎 他是做有關於海運發展方面的訓練 人員訓練跟研究的工作 我們的海運經貿延續基金會 市長也說明了 就是兩大目標 第一個就是海運人才 第二個就是海事的研究 那我請教你 我們在去年成立一個海洋發展學院 他的兩大目標 也是相關的 海運研究跟海運人才 這不是重疊嗎 我們這個基金會 要編一千三百萬 也沒有具體的財務規劃內容 也沒有具體的計畫目標 就說要成立所謂的海運經貿延續基金會 更可笑 你去年就成立了海洋發展學院 也是兩大目標 經費是一千五百萬 然後每年的延年的經費要三千萬 一百年五年度你就編三千萬 也是同樣兩大目標 也是海運人才 也是海事研究 那接下來要成立什麼 少林廚藝學院嗎 請簡單說明一下 這部分他將來有一個中長期 會做整併的構想 是不是我請張董事長來跟委員報告 報委員我想說 將來我們基金會成立之後 慢慢業務會移轉到 從海運發展學院會慢慢移轉到基金會 基金會想說 那你們莫名其妙 那你成立一個海洋發展學院 是這兩大目標 然後又成立一個這個經貿延續基金會 然後又說海洋經貿學院的兩大的業務要移到這個基金會 別忘了我們預言所也有一個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那個基金會他想說我們想說以後對外能夠以基金會的名義 因為基金會的執行長是地位蠻高的 能夠往外包括參加國際組織的IMO的組織 所以以我們在海運發展學院 它是我們公司的那個一級單位 是在公司底下的 所以它的比較沒有立場去對外去拓展 然後我們這邊研究好之後 希望能夠對外拓展 增加台灣在國際的曝光度 都是疊闖駕屋 我們交通部運輸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你們也常常委託他們做研究 然後又成立一個 去年成立一個海洋發展學院 也是這兩大目標 也同樣的經費 成立的經費是一千五百萬 然後每年經營的費用要三千萬 然後現在又成立一個延續基金會 成立的經費要一千三百萬 這次更扯了 連財務計畫也沒有 連具體的計畫規劃內容也沒有 莫名其妙 我們的海運人才 我們現在就跟這些海洋學院 各大專業校 都有積極的要推動這些海洋的 產業生意軍讓我們的年輕人來投入 這都有在做啊 我們海市的研究 我們不是有三大學院嗎 海洋大學 高雄海大這都國立大學啊 還有台北海院啊 那我們的相關的海運的研究 我們平時港務公司就跟十五個民間的學術團體 有在做互動啊 這是要做什麼 包委員 這個是這樣 我們海運發展學院呢 他是一開始是定位是我們內部的一個員工的訓練 還有一個實務的訓 他跟大學不一樣 大學是一個 那你們不是海洋發展學院是做同樣的工作嗎 跟委員發展學院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把它定位是做實務的訓練 就是跟產業界做結合 那跟這個大專院校他是做這個學位的授養 兩個是分開的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跟國外一些民間組織 就是要IM的一些外圍組織做接觸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如果以港務公司底下的一個學院的 去跟國外這個組織接觸的話 這個階級偏低 而且他是國營事業比較平衡 那我說我們希望是成立一個財團法 那透過這個台灣 所以我們最近跟那個安特衛武港的一個訓練組織 這不是理由啦 還有跟日本的 董事長跟總經理常常出國 那如果你們成立這個基金會 以後可以代表這個港務公司 去參加國際會 那你們兩個都不要出國啦 那個是兩個啦 我們是希望這個 你們自己講的都很心虛了 沒有我們這個財團法案是這樣 像我們最近跟日本一個海事協會 我們都有簽一些MOU 那我們希望這個財團法案 總經理我要請教你 我們港務公司的主要營運收入是哪四項 就是倉儲嘛 對 就是裝協嘛 對 就是遺傳嘛 還有港灣 還有港灣嘛 這是相關的 你們有達到營業的收入的目標嗎 呃 這個部分是這樣 我們當然我們在預算邊線上 我們是處於高標準 是當然最 是沒有達 但是我們 就是都沒有達到業務的收入的目標嘛 但是我們營收是每年都有在乘 這三年來你們的營業收入都沒有達到這四大業務的目標嘛 然後沒有達到目標 拚命的成立子公司 你們是要成立的哪幾個子公司 簡單說明一下 港情跟物流 港還有一家是那個金龍頭的就是國距離喔 你們現在有港情跟物流 然後接下來還要投資成立三家公司呢 對 觀光發展的公司 港區的公司 碼頭的公司 要成立五家公司 然後又弄了兩個所謂的學術機構 海洋發展學院 現在又弄一個經貿延續基金會 營業沒有達到主要的收入的營業的目標 拚命的成立子公司 拚命的成立這些啊 學術單位 這是很莫名其妙的 這是一個 政權崩塌之前的必然現象嗎 這是在找後路嗎 根委員報告 我們 你該做的主要業務 沒有達成主要的目標 拚命的成立子公司 這幾年來 要成立五個子公司 然後又疊床家屋 來成立這些所謂的學術單位 理由都沒有辦法讓社會大眾來信任 報告委員 我們會檢討 但是我們這次成立子公司 目的是要引進民間的那個資本 一起來共同努力來發展 還有高雄獨立開發公司 是因為要跟高雄市政府來結合 在一起發展高雄市的觀光 市長我請教你 運援所的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海洋發展學院 以及新來的海運經貿延續基金 這三個讓你挑一個 其他兩個都廢除 都同樣的東西啊 你們錢是這樣亂花的嗎 港灣運援所本身它是一個 推動業務是這樣推動的嗎 如果你今天業務有達到主要的目標 你認為你要拓展業務 所以你要成立這些子公司 要成立學術單位 讓我們有賺錢的這些主要業務 要更賺錢 社會大眾也許會支持 該做的都沒做 然後拼命的成立子公司 成立子公司的能力 比做事情的能力還要好 我想說我們成立海運發展學院的目的是要培養人才 因為我們現在覺得人是蠻重要 所以能力支援發展 那現在 航港局跟港務公司這些不是人才嗎 我剛才就已經肯定 你們都是學士淵博 雄才大略啦 海運人才 那 國立海洋大學要關閉了嗎 高雄海大要關閉了嗎 台北海運要關閉了嗎 然後你們現在推動的 跟這些大學校園走路校園 要推動這些海洋事業的 新的生育軍這些業務 也都辦得不好嗎 也都要廢掉了嗎 跟委員報告是這樣 因為我們公司從成立到現在 具有的員工從三千人 現在現在兩千人 那因為我們的業務也在做轉換 做一個拓展性 你們很快就補齊啦 三千人變兩千人 那拼命的成立子公司又會補回來啦 對 但是我們員工必須要進行 專長的轉換 就是說他以前可能 經常的轉換他的本職學生 他今天在港務公司 明天他要去桃園機場公司嗎 不是 就是說原來他是做 比如說做港站的管理 那我們希望他現在能夠強化他的行銷能力 他的財務能力 然後我們希望說 幫員工做一些專長的 專長的轉換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在三年內禁用了超四百位的新進的從業人員 那這些從業人員 我們也希望他趕快能夠 進入公司的一個營運的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一定要 強化這些員工的訓練 在職訓練 強化員工訓練就要成立子公司 就要成立這些所謂的學術單位 財團法人 成立基金會 成立子公司我們是希望引進一些民間的資本 還有民間一些人才 因為我們覺得說 你們的自由貿易港區的營運也沒有達到預期 還倒退了18% 幫我 103年比102年還要衰退了18% 這個 還有港股公司簽署的LME 已經將近兩年了 但是我看你們的倉儲業務的營運量 也沒有成長 也反而減少 然後拼命的成立子公司 社會大眾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接下來請陳歐破委員質詢 potent就要先讓一些石洱 有一些水貨 如果這些asil事甚至